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来了 卡鲁 这是一部很中导者也是的日本驱魔电影 如果你喜欢看立英仔式的驱魔片 再配上一点逃出绝命症的社会批判 那你可以试试来了这部 冲击大过恐怖的日本电影 由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 告白影像风格相当强烈的导演 终导者也知道 主演的有钢田准一 欺负木冲 松龙子 黑木华 还有在导演上一部作品 渴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小松菜奈 改编至日本小说家 哲春一志的得奖大作邪灵 剧情叙述居住在日本东京的一对年轻夫妻 抚养着两岁的小女儿 这看似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却不知为何引来了邪魔的降临 这个爸爸找上了自己的高中好友求助 在他介绍之下认识了一位自由作家 还有他的女友林梅 然后一场史诗集的驱魔故事就开始了 电影的故事结构 按照原来小说的三段是 第一幕是欺负木冲饰演的爸爸 以他作为整个事件的开端 第二幕以黑木华饰演的妈妈 接着来提供这个故事的第二种观点 第三幕以钢田准一的角色 还有一场豪华的驱魔祭典来做整个故事的收尾 如果有人还不知道的话 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一个不是很敢看恐怖片的人 相较于西方的恐怖电影 我又更害怕东方的恐怖电影 不管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 当然还有最可怕的泰国恐怖片 除了风土民情比较接近之外 电影里面那股要吓死你的意图 也表现得更为入骨 我知道有的人很喜欢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享受到那股 被惊吓的快感 但这一两年 我看了蛮多优秀的恐怖电影 大多是西方的 像是林宅2 或者是安娜贝尔、赵涅 还有树苑等等 而这些西方的恐怖电影 大多都是在讲述 主角在对抗一种纯粹邪恶的能量 重点会在这些主角的身上 他们在面对这些恶灵的存在 应该怎么成长或者学习到对抗他的方式 让自己存活下来 而东方的恐怖电影 比较在讲因果关系 重点比较在那个原因上面 是什么东西把这个恶魔给找来的 甚至有些时候这些邪灵 根本就存在这些人物的心中 当然在很多的部分 东西方的电影还是很有共通点的 来了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一次 恐怖电影的体验 就有点像是 如果昆丁塔伦提诺去拍安娜贝尔的电影 会拍成什么样子 你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吗 来了完全不想走那种 让你惊吓的恐怖露宿 它还是比较像是一部 《中导者也是》的人写复仇电影 批判着日本的现实社会 复仇的对象 依旧是那些失能的父母 还有会吃人的社会文化 其实我在看完之后会有一点觉得 导演在针对的是 现代人的生育养育问题 在这个每个人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情况底下 选择不生小孩似乎是美对夫妻 看起来最聪明的选择 同时生了小孩的人也时时在焦虑着 自己的人生会因为要照顾家庭的关系 而被消磨殆尽 这个除魔的旅程从主角这个爸爸 回到他的家乡开始讲起 回忆起他的童年记忆 慢慢的带出来这个存在于他的家乡的这个恶魔 也微微的显示出日本家庭中的阴暗面 最后由松子饰演这个除魔师的角色 讲出整个国家的阴暗面 也带出这个恶魔是怎么诞生的 途中会有非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你会真心的觉得这个恶魔真的太强了 有够夸张的强 随着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发生 我们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 完全摸不着头绪搞不清楚状况 只能等着这个恶魔上门来 欺负不充表现得很精彩 把这个人生胜利组人前相当风光的这个完美奶爸的角色 诠释得很全面 我很喜欢他很多段刻意夸张表现出来的那个完美形象 有点自恋有点肤浅的那个阳光男孩 黑木华的诠释也是很精彩 把这个妈妈让人同情还有欠打的一面都表现出来 我想这也是中导泽也很爱的那种表现形式 他先把一个角色叙述的很极致 往往会把这个角色再翻过来 让你看到他相当反差的一面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钢田准一还有小松菜奈这对情侣 和黑木华还有欺负木冲这对夫妻他们之间的对比 这是一部导演风格影像强烈情绪张力强大的电影 有精彩的演员表现 华丽浮夸的场景 再加上他寓意颇生的文本内容 算得上是一部精彩的恐怖剧作 可能会有一些喜欢看恐怖片的人 会不太喜欢看这样的电影 因为他没有那么强大要给人的压力 不像是赵岳那种绝对会把你吓死的恐怖片 但这可能也是我比较会推荐给大家的恐怖片类型 对我这种不是很能够享受到 惊吓快感的观众来说 这支影片我又要来送礼物了 这次要送的是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 邪灵 想要一窥来了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内容吗 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订阅罗比频道 并且在留言下方写下 我爱罗比 我想要来了的原著小说邪灵 我会在4月1号晚上直播的时段 抽出一位幸运的网友 把这个礼物送给你 来了绝对适合喜欢 告白或者是渴望 这类中导哲夜的粉丝 也适合想要一部 比较曲折离奇 不那么一般的恐怖日本电影的观众 特别推荐给 想要当完美老爸老妈的你去欣赏 来了这部电影 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有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 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